48岁的本地女子在新加坡 欠下大耳龙一笔钱之后 锒铛入狱 结果阿龙跨国找上了她 住在水兰娥巴生的家人 阿龙不仅泼红妻 还放话会放火烧乌 让女子年迈又行动不便的父亲 和患有癫痫症的女儿饱受惊吓 他们呼吁阿龙不要再骚扰他们 阿龙因为这个是我妈妈签下的钱 然后我们也不是 什么我们也是贫穷 所以希望你就不要来骚扰我们 你妈妈在哪 我妈妈现在是在监牢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还这个钱 希望就是对人不要对事这样子 债主的女儿高小姐表示 母亲是在去年11月到诗城的 一所幼儿园当保姆 但怀疑她因为参与非法放贷活动 今年9月在当地被判坐牢 也欠下了阿龙一笔债 母亲曾经透过电邮向家人道歉 并提醒他们提防阿龙可能会上门讨债 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家人无从得知女子向谁借了钱 和欠了多少钱 也无力偿还债务 高小姐还说祖父年事已高 自己也身患癫痫症 不堪惊吓 希望阿龙停止骚扰他们 协助召开记者会的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部主任 纳多斯里张天赤表示 讨债也要有原则 呼吁阿龙不要欺负身障人士 同时要求警方尽快采取行动